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云游湾区 岭南舞蹈文化教学课堂 第一节课我们学习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知识 大湾区虽然包含很多不同的地区 但是都认同岭南文化 岭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 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岭南舞蹈 我们的岭南舞蹈文化课程 分为传统片和现代片 传统片我们会介绍三种不同的舞蹈 它们分别是广府、潮汕、客家的代表舞种 广府地区在广东省的中间位置 省尸湾是广府地区的民间舞蹈 自古以来每到节庆日 一定有省尸舞蹈助兴 省尸湾还广泛地流传于海外华人社区 有华人的地方旧有省尸 因此它也成为了海外同胞任祖归宗的文化桥梁 文化价值和意义十分深远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 潮汕的音歌舞就是英雄的歌舞 通过在广场上的舞蹈表现出屈邪恶求吉祥的意义 以威武雄壮而文明中外 被誉为中国汉族男子汉典型舞蹈 客家地区位于广东省东部 客家碑花舞舞蹈优美音乐欢快 清脆的零零碑声和客家为吉隆的山歌曲调 表现出客家女孩的勤劳简朴聪明能干 岭南舞蹈作为一门艺术来源于岭南的地域文化 鲜活地跃动在岭南的山林水箱之中 通过舞蹈来了解岭南文化是一件有趣的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 在岭南舞蹈的带领下 丰富岭南文化知识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同学们好 看舞蹈学文化 这节课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是 醒诗物 那么什么是醒诗物 它都有什么特点 让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 了解一下吧 看完了刚才的视频 我想同学们都看出来了 他们表演的是什么动物了吧 对 就是狮子 我们叫它 醒狮 因为它长得像真的狮子 而醒 在粤语中有威猛的意思 那么 人们为什么要扮演狮子跳舞呢 这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下面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视频 看一看吧 传说在古代呀 每年除夕 年兽都会出来祸害百姓 遭他无骨 后来 人们用竹灭纸料 制成外形醒目的假尸 年兽再来的时候 大家鼓动假尸 终于将年兽下跑 不敢再反 看完了刚才的视频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过去 人们害怕不好的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模仿狮子的样子 用竹条和布 做了一只狮子 在春节的时候 人们在大街上 一边敲锣打鼓 一边舞动醒狮 希望能把坏运气赶走 在新的一年里 就能幸运顺利 所以跳醒尸舞的主要作用 就是保平安和求好运 见像活动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醒尸舞都有哪些特点呢 让我们先从醒尸的样子看起 醒尸的头上会有一个尖角 这是他的武器 当坏运气接近人们的时候 醒尸就用他把坏运气赶走 让人们新年平安顺利 醒尸的额头上还挂着一面镜子 这个镜子也有大作用 醒尸用它来区分好运气和坏运气 醒尸也像中国金句的脸谱一样 有很多的颜色 最常见的醒尸主要有黄 红黑三种颜色 不同颜色的醒尸有不同的含义 其中黄尸代表仁义 红尸代表忠诚 黑尸代表勇敢 在中国红色和黄色是喜庆热闹的颜色 因此在一些节日和庆祝活动的时候 我们经常看到这两种颜色的醒尸 黑色的醒尸因为代表勇敢 在一些武师比赛中常常出现 到了现代以后 醒尸的颜色越来越多 还出现了绿尸、蓝尸等等 醒尸的颜色不同 但它们都展现出了 忠、正、仁、义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醒尸除了长得有特色之外 它的舞蹈也很有特点呢 彩青是醒尸舞固定的主题 青一般指的是生菜 因为粤语发音和生财很像 所以彩青就有了获得财富和好运的意思 醒尸舞蹈表演的内容就是 醒尸彩青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它聪明又勇敢地战胜了困难 最后采青成功 表现了醒尸的活泼、聪明和勇敢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段醒尸舞蹈片段 看看生动可爱的醒尸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了刚才的醒尸舞蹈片段 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觉得醒尸表演很精彩呢 醒尸舞蹈文化的介绍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下面我们将带领大家 走进广东的潮汕地区 那里有同样精彩 有气势的舞蹈等着大家 同学们好 看舞蹈学文化 接下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音歌舞 先来让我们看一段精彩的舞蹈视频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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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 忠诚 勇敢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演变 音歌被加上了英雄的情节 使其更加生动 深入人心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 和科学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音歌舞也从以前 求神灵保佑的仪式 变成了庆祝喜事的活动 那跳音歌舞需要什么道具呢 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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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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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 跳音歌舞的时候 人们手里都拿着两根木锤 这就是音歌锤 它们都是木头做成的 长度在0.4到0.7米之间 女子用的音歌锤一般比男子用的要短 颜色基本都是红色 表忠成正义之风 同学们 相信你们也注意到了 跳音歌舞时 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音歌锤 只有队伍最前面的人 在舞动他手里的布蛇 布蛇的形状是模仿真蛇而做的 可以灵活扭动 领头人舞蛇时 右手拿蛇头 左手拿蛇尾 双手交替上下摆动 用最大的幅度把蛇舞动起来 在音歌队伍中来回进行指挥 说完了道具 接下来说的就是音歌舞的脸谱了 音歌脸谱是根据梁山好汉的不同形象 进行设计和绘画的 一般都是色彩丰富 图案复杂的 比如这张脸谱画的人物是李逵 黑色和绿色为主 黑须代表粗鲁和正直 这张脸谱画的人物是观圣 以红色为主 红脸红须是它的特点 代表的是忠诚和正义 还有武松的武生脸和鲁智生的花脸也很有特色 音歌舞脸谱的主要特征是神秘凶恶恐怖 画脸谱的时候越凶恶越奇怪就越好 因为以前主要是用来驱轨逐病的 听完老师的介绍 相信同学们对音歌舞都有了更深的了解 精彩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广东客家地区 去看看当地一种十分流行的优美舞蹈吧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我们里南舞蹈课程 看舞蹈学文化 现在来到的是广东客家地区 客家地区的舞蹈 那不得不提杯花舞了 介绍前我们先来看一段舞蹈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段舞蹈 我们先来看一段舞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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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